二级 越来越强大的压力 令魔族太子阿宝 不得不一步步的向后退去 他只觉着龙好尘 那双剑上爆发的剑 也是越来越强 每一剑都是那么的沉重 而他自己又失去了武器 甚至没有精力来凭借 意念控制着自己那柄 以独角凝结成的重剑回归 血光飞剑 能够清楚的看到 阿宝的全力抵挡的情况下 他自身的黑暗灵力 虽然能够挡住龙好尘的剑身 却完全抵挡不住那恐怖的剑意 他的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 一道道血痕 每一道血痕都是那么的清晰 血光飞剑 越野呆呆地注视着战场 当龙好尘昂然走出 应战阿宝的时候 他只觉着大脑是一边空白啊 完了一切都完了 在这里他怎么可能是宝哥的对手呢 宝哥的实力 已经捕手梦幻天堂的压制了呀 他们要是死了 那么自己也得跟着死呀 不知道为什么 越野的心情并非恐惧 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 但是当战斗真正开始后 一切却并不是按照他心中所想的剧本在进行 强大的阿宝竟被龙好尘完全压制 双方之间的灵力差距似乎已经消失 六界巅峰的龙好尘所爆发出的攻击力 恐怕就算是普通八界强者也无法比拟 他那每一件确实只有万把灵力 但在一身传奇装备的增幅下 在那恐怖剑意的提升下 有其之是一眼灵力所能形容的呢 光明与黑暗的碰撞 纯净的光明分明已经超越了强大的黑暗 属性上的优势被龙好尘淋漓尽致的解应 晋升版的豆沙选原剑 绽放着浓烈的暗金色彩 在连续受挫之下 阿宝是仰天怒吼一声 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 骤人从他体内迸发出来 龙威 逆天魔龙的龙威样 急速盘旋在空中的龙好尘 身形顿时显得散乱几分 远转如意的豆沙悬原剑 终于是出现了瞬间的挺滞 远处的浩月 四个大头 眼底紫衣一闪 有力的沼子下意识地 抓住了地面之中 但他还是忍耐住了 并没有发动攻击 借着龙好尘这瞬间的停顿 阿宝骤人后退一步 紧接着一层刺目的黑色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黑色是幽暗的 为什么能够令人感受到 刺目的感觉呢 因为这黑色散发出的意念 实在是太过的锋锐和强势了 黑芒并没有扩散的太大 只是将阿宝的身体笼罩在内 能够清楚地看到 那黑芒凝聚成张牙舞爪的黑龙形态 盘旋在阿宝的身边 而当龙好尘的斗杀悬眼舰 再次追过来时 却无法与阿宝的本体进行碰撞 而是与这黑色的光照碰撞在一起 魔龙不死身 逆天魔龙强大的技能 阿宝就站在魔龙不死身形成的光照中 冷冷地注视着盘旋在空中 不断攻击自己 发出刺耳割裂声的暗金色光团 那双血红色的眼眸 仿佛是要滴出血一般 此时的阿宝 全身上下都有紫色的血液渗出 不知道有多少鳞甲布满了细眉的裂纹 而这所有一切都是龙好尘手中 梁柄重剑上所附带的建议带来的 阿宝深吸口气 右脚后退半步 右拳收回在腰间 左手摆出一个奇异的姿势 横于胸前 雄威闭露之下 强横的黑暗能量瞬间提升到极致 巨大的紫黑色光影 在它背后浮现出来 隐约能够看到 那是一根巨大的紫黑色柱子 一条巨龙盘旋起上 可不正是魔神皇的敌魔神柱吗 空气塌陷的感觉 再再出现 但是这一次却不是局限在 几十平方米的范围内 而是在场 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空间塌陷 甚至有着一股巨大的吸力 在吸扯着他们的身体 阿宝身上的紫黑色 瞬间变成了黑色 就连血色的双眸也是如此 在这一瞬间 他整个人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 变得无比凝实 无比强势 仿佛着天下间只有他一个人 这是权益 如果说龙好尘所用的乃是剑意 那么此时阿宝所爆发出来的 便是以逆天魔龙血脉为基础的恐怖权益了 他的秀为毕竟是高于龙好尘 权益爆发 所影响到的范围 也要比龙好尘大得多 两只礼貌团同时海然色变 阿宝这拳尚未攻出 便显现出了如此恐怖的威能 如果真的轰了出来 那就恐怖到什么程度啊 谁都看出来了 阿宝看上去浑身欲血 但其实都是皮外伤 并没有伤到根本 而龙好尘的权力爆发 又能持续多久呢 谁也不清楚 就在这时 原本正在急速旋转的龙好尘 又在一次展中光照之时 突然就停顿下来 背后肆意展开 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中 背后肆意中的流光 突然向着剑尖涌去 光明女神涌叹调 开始产生了轻微的颤动 而这时悬浮在半空中的龙好尘 却闭上了双眼 整个人进入到了 一种奇异的状态之中 阿宝冰冷的目光 一直注视在龙好尘身上 看到了这一幕 他心中不禁是微微震动一下 原因很简单 这种状态下的龙好尘 可不正是当初那一件 劈碎自己独角石的样子吗 光之涟漪再次消失 这一次却是消失在永恒旋旅中 龙好尘双手握住 光明女神涌叹调 微微向天空仰头 一抹绚丽的金色 突然出现在他身上 而这一抹金色 就像是火种一般 点燃了天空中的一切光明 一种类似于范畅般的 奇异嗡鸣在空气中响起 龙好尘身后 空间塌陷的感觉 瞬间消失 柔和的金色光芒 在背后悄然生疼 在那奇异的泛畅嗡鸣声中 一道虚无的金色光影 徐徐浮现 那光影十分的虚幻 只有淡淡的金色 只能使隐约看到 似乎是一个人形 其他的就是大片的金色 看不到其实体 龙好尘手中的 光明女神永弹调 却是散发出了一种 奇异的光泽 原本无风重剑 却在这一刻散发出了 极致的锋锐气息 更可怕的是 这股风锐 却偏偏给人一种 截然相反的柔和感 人类和魔族的感受 是完全不同的 所有猎魔者 在这金色之下 都感觉到了 如暮春风一般 那些之前燃烧 生命火焰的 王级十七号猎魔团众人 只觉得全身是 暖洋洋的 说不出的舒服 似乎啊 就连生命力 也在悄然的恢复着 一抹奇异的光彩 出现在龙浩尘的面庞上 此时此刻 他给人一种通灵的质感 和当初在梦幻天堂内的样子 又不一样了 跨步 冲拳 逆天魔龙之拳 已瞬间爆发 身为魔族太子 能够借助第一魔神主一定的威能 意味着阿宝这个继承人 已经开始向着第一魔神进化 那恐怖的权益 仿佛是完全撕裂了虚空 无尽的黑色 像是黑洞在龙浩尘面前张开一般 仿佛要把他的身体完全的吞噬着 而也就到这时 龙浩尘的一剑 也是轻轻的斩了下来 剑身上的暗金色 又重新变成了金色 但却是瑰丽的彩金色 彩虹所拥有的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七种颜色 都与金色混合出现在他这一剑上 从赤金色 一直到最后的紫金色 整个变化过程很快 但给人的感觉 却像是一道绚丽的彩虹 在太阳的照耀下 悄然陨落一般 当剑语拳头在空中 碰撞的那一瞬 竟然没有瞬间爆发出轰鸣 而是 粘在了一起 出现了短暂的时间凝滞 龙浩尘也在这一刻 睁开了双眸 他的眼眸中 充满了柔和的白色光晕 与阿宝的黑色双眸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人的眼神 以狂野爆裂 以柔和温润 却碰撞出 无与伦比的火花 下一刻 轰鸣中线 恐怖的爆炸声中 一股极致恐怖的光晕 骤然以两人碰撞的核心位置 爆开 化成了一圈金色 与黑色混合的光圈 骤然向外扩散 无论是猎魔者 还是除猎者 在这一刻的第一反应 都是 反身就跑 并且用出了自己 最擅长的防御技能 尽管如此 在这恐怖的爆炸声中 这些人和魔 还是像割脉子一般 被强横的冲击波 撞到一大片 阿宝的身体 就像是黑色箭矢一般 贴敌倒化而出 他极力地 想要控制自己的身体 却怎么也控制不了 他身上之间 所受到的那些创伤 在身形后退的过程中 就像是被压迫的橙子一般 血液喷溅 而脸色 也瞬间变得苍白 龙好尘 和他正好相反 他那闪耀着多么金色的身影 在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 冲天而起 但是 有一点他们是一样的 那就是 自身所绽放出的光芒暗淡 龙好尘手中 光明女神涌叹掉的光芒 已经完全地暗了下来 雅婷的身影 一闪而没 直接溶倒了 龙好尘体内消失不见 龙好尘自己 因为完全在密淫 积座站开的包裹中 反而是看不出什么 但能够看到的是 他这身传奇的甲咒上 出现了无数褶咒 就像是 被风吹咒的池水一般 似乎只要再剧烈一点 这身密淫积座站开 将要彻底报废 战场上 一片气净 在这时 每一个人 都有说不出话来的感觉 这是何等恐怖的碰撞啊 一名六阶巅峰强者 与一名八阶巅峰碰撞 竟能够产生出 这样的恐怖能量波动 龙好尘就算是输了 也足以自豪 更何况 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龙好尘 未必就输 第一个从地面上爬起来的 是一道黑色身影 它有着一头担子的长发 就在其他人 还得为刚刚的恐怖碰撞惊恐时 它却已经是如同幽灵一般 悄然的 隐没于空气中 消失不见 也正因为那碰撞的恐怖 在这一刻 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和行动 阿宝终于控制住了 自己后退的身体 那柄紫黑色重剑 也是重新出现在它掌握中 双手握住剑柄 以剑身插在地面上 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它的目光 却是流露出了一丝深邃 龙好尘的身体 也是徐徐从空中降落 密音机座战凯 已经重新出现了 它本身的亮银色 而非在龙好尘灵里 注入下的金色 两个人 目光遥遥相对 分毫不张 没想到 你竟然能够借用神力 难怪你敢面对我的挑战 难道你不是借助了 第一魔神柱的威士们 我不得不承认 你是我这一生 最值得尊敬的对手 身为人类 你的年纪就小于我 修为也弱于我 却能够凭借自身实力 与我抗衡到这种地步 你已经值得我的尊敬 如果我们的灵力对等 我相信 我并不是你的对手 哪怕是我使用魔龙之身 也是一样 龙好尘此时 已经是飘落到地面上 当他脚踏实地的那一刻 身体竟是不受控制的 亮强了一下 他赶紧的用神剑称帝 这才是站稳了身形 只有龙好尘的伙伴们才知道 他现在的状况 有多么糟糕 因为刚才龙好尘和阿宝碰撞的一击同时 灵魂锁链的生命共享 已经是开启了 此时此刻 所有帅级64号猎魔团成员 除了隐没于空气中的彩而白 其他人都是脸色苍白 嘴角处 鲜血流淌 显然 都是受了重伤 可想而知 阿宝的权益 有多么的恐怖 阿宝说的没错 身为神卷者 龙好尘刚才的最后一击是借助了 光明女神的力量 否则 他根本挡不住阿宝的权益 他建议再强 没有足够的灵力推动 也不可能爆发出足够的威能 一身传奇装备的龙好尘 再加上雅婷的融合 实际上 他的秀为 已经差不多接近八戒了 可是 双方灵力 依旧有着天壤之别 更何况 阿宝乃是逆天魔龙 还有着数万的外灵力存在 看上去 伤势严重 可实际上 龙好尘的伤势 比阿宝更加严重 如果没有伙伴们的生命共享 刚才这么一碰撞 恐怕 龙好尘的身体 在秘银基座 战开的保护下 便要 化为碎片了 可惜了 你要撕毁诺言了 是吗 撕毁诺言 不 我们这一战 并没有结束 就算暂时平手好了 我又怎算是 撕毁诺言呢 如果我只是一名 普通魔族 那么 有你这个对手鞭策 我深感荣幸 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 击败你 将你踩在脚下 让你成为我登上巅峰的垫脚石 可惜 我并不是一名 普通魔族 我还是魔族太子 是魔神皇的儿子 未来第一种魔神的继承者 我不能看着你继续提升 一名神卷者的未来 是不可预知的 我承认 我没有绝对地把握在 未来能够战胜你 既然如此 为了魔族 我只能将你扼杀在摇篮之中 你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再给我三年的时间 你绝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也从未想过你会遵守承诺 看来我们这一战 只好等下次见面才继续了 希望那个时候 你还有这么好的运气 能够形成眼前的局面 怎么 难道你觉得今天 你们还有逃生的可能吗 为什么不能 其实你现在也不过是强弩之末而已 我承认 我的情况比你更长 但是你有属下围攻我们 难道我就没有伙伴吗 阿宝的脸色已变 心中警照顿身 但是 却没有感受到 任何威胁存在 但就在这一刻 一道黑色身影 却出现在了 出脸魔之中 那黑色身影娇小而苗条 但它悄然出现的那一刻 竟是没有任何一名 出脸魔者 提前发现 巨大的黑色双翼张开 一股极致恐怖的杀翼 瞬间爆发 出脸魔 都是七阶以上的强者 可在这一瞬间 所有出脸魔者 却是感受到了恐惧 实质的杀翼冲击在 他们身上 每一名出脸魔 都是清楚地感觉到 自身所承受的危机 极致的恐怖 绝对的危痒 无尽的冰冷 紧接着 一道黑芒在空中 悄然闪过 那黑芒看起来很单薄 但就在它闪耀的瞬间 四名七阶魔族的身体 瞬间僵硬 下一刻 他们的所有生命气息 已经完全消失 黑色身影 终于是显现出来 一并漆黑如墨 却散发着 灰色光晕的短剑 轻巧地 搭在了月夜的脖子上 一只白芹小手 从后面 搂住了月夜那 纤细的腰枝 充满幽暗的眸光 直接看向了阿宝 这一切 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 月夜 只觉着自己的血液 仿佛都在那极致的冰冷下 凝结了 他的身体 甚至连颤抖都做不到 体内隐藏的轮回指尖 以及暗尽 似乎也受到了 这股杀意的影响 而波动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一切发生的又太快 从踩而出手 到邪持主月夜 前后只不过是一席时间 阿宝脸上 原本阴冷的神色 瞬间凝结 在这所有出列魔者中 唯一能够令他在意的 也只有月夜了 那可是他的未婚妻啊 这一点 其他出列魔也知道 如果不是这个身份 仅凭六阶修为 月夜是不可能成为 一名出列魔的 正是阿宝的提议 魔神皇才特批月夜 加入阿宝所在的龙祖 谁都不要动 否则我不能保证 彩儿手中之剑 会不会发抖 混蛋 威胁一个女星 这就是你们人类的 骑士精神吗 就像你身为魔族太子 也一样会变通 不再遵守诺言一样 从我的角度来说 出手的并不是我 自然和骑士精神无关 难道你以为 你们挟持了我一名同伴 就能威胁我就犯不成 如果是一名普通的同伴 当然不行 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阿宝太子殿下有一位未婚妻 乃是你们魔族第二主 月魔神阿加雷斯之女 名叫月夜 没错吧 龙好臣此言已出 阿宝终于变色 底细已经被摸清了 他的眼视也没什么用处了 两个人彼此对视 而其他除脸魔 却是不甘有丝毫动作 阿宝为了月夜 甘宝大不为 顶撞魔神皇的事 在魔族高层那时人尽皆知啊 最终还得到了魔神皇的认可 而且就算不考虑这一层 月夜也是月魔神 阿加雷斯最喜欢的女儿 要是她死在了这些猎魔者寿中 必定会引起魔族大地震 你想怎么样 阿宝几乎是咬着牙齿 说出这句话的 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被对方制住了自己的未婚妻 这份巨大的耻辱 甚至不亚于上一次 他的独角被龙好臣击碎 独角击碎还可以凭借着 逆天魔龙族的强大生命力 重新长出来 但要是月夜出了事 他怎么向月魔神 阿加雷斯交代呢 怎么向自己的父亲交代 说严重点 要是月夜死了 阿加雷斯对他的态度 将会急转直下 甚至会影响到 他以后继承魔神皇之位 在他离开魔独新城之前 魔神皇朽风 单独地和他谈过一次 并且明确地告诉他 虽说现在他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但魔神皇已经找到了 第二顺位继承人 而且潜力不比他小 所以如果他走错一步 很可能会影响到 未来继承的权力 在阿宝心中啊 权位自然是最重要的 可是他对月夜的爱 也是认真的 可以说 在他心中 月夜甚至能够与继承 魔神皇权位相比 但是这一点 就能看得出来 月夜在他心中的重要性了 你应该知道我想怎么样 阿宝眼中胸光连闪 此时他极为的郁闷 想要吐血 之前与龙好臣一展 可以说他们是两败俱伤 因为有甲咒的阻隔 他看不到龙好臣 目前的真实状况 得能完全肯定 龙好臣的伤势 不会比自己轻 继续打下去 凭借自身底蕴 他有把握击杀龙好臣 但一直以来 龙好臣总能爆发出 超越自己实力的战斗力 他没有把握 在击杀龙好臣的同时 能够避免他给自己带来重创的后果 他最怕的就是这种后果无法挽回 因为龙好臣的光属性 实在是太纯净了 如此纯净的光属性 要是侵入他体内 很可能是难以化解掉 魔族的本源 就是来自于他们的魔精 哪怕是一天魔龙族这样强大的存在 一旦本源受到影响 也会大大的影响到他们未来修炼和提升 这是阿宝绝不能接受的 他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够成为 像自己父亲那样强大的存在 甚至要超越自己的父亲 又怎能冒着本源受创的情况 和龙好臣拼命呢 但是龙好臣的能力 也令他产生了极大的警惕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 龙好臣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神卷者 这在人类之中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未曾出现过了 龙好臣居然能够借助光明女神的审力 而且现在他还是那么的年轻 一旦让他成长起来 未来能够带给魔族的威胁 有多巨大 谁也说不好 阿宝可是魔神皇继承人 他自己都觉得未来没有把握战胜龙好臣 更不用说魔族的其他人 这样一个人类成长到九阶强者的后果 太过可怕了 至少是目前人类已经拥有的九阶强者中 无人能够比拟的 绝对会形成伟大不调的趋势 甚至比现在能够威胁到魔神皇的魔神之允 更加的麻烦 因此呢 阿宝哪怕自己心中并不愿意就这样杀死龙好臣 但为了魔族的未来 为了自己未来的统治 他必须这么做 他虽然有些刚愎自用 但却绝对聪明 能够成为魔神皇继承人 可不仅仅是凭借着无勇就够的 可谁知道 却在这一刻出现了问题 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放虎归山 或者是失去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令月魔神对自己产生嫌弃 怎么办 阿宝知道 给自己考虑的时间很短 一旦他犹豫过多 就算最后救下了月夜 恐怕月夜心中也会对他产生怨恨 能够看到 阿宝两塞的肌肉已经完全的隆起 肌肉纹路不断的波动着 可见他此时的怨恨和郁闷 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好 我放你们走 放着月夜 阿宝几乎是怒吼着 说出了这句话 听到这话 龙好臣终于是松了半口气 扭头看向彩儿 向他使了个眼色 但是 下一瞬间 如坠冰枯的 就换成了龙好臣 因为啊 当他和彩儿那充满杀鸡 并且沉浸于淡漠的眼神接触时 他悍然的发现 自己竟得不到彩儿的半分回应 彩儿依然保持着之前的动作 手中的轮回之间 就横在月夜的脖子上 但他整个人 却如同雕像一般 因为 他搂着月夜 所以呢 此时看上去 他和月夜是浑然一体 经历过 类似的状态 龙好臣心中有些骇然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强行压着自己内心的震惊 和些许的恐慌 龙好臣 咬紧牙关 尽可能的控制着自己此时身体的虚弱状态 让心情平静一些 你已经违背诺言一次了 这次又让我如何相信你呢 现在放过你的未婚妻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边说着 龙好臣仿佛没有看到阿宝的目光一般 缓步朝着彩儿和月夜公主的方向走去 他的步子很慢 甚至还需要以手中的光明女神涌叹调 作为拐杖 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但是 在那些除烈魔眼中 却都不自觉地 溜露出了几分恐惧 龙好臣与阿宝一战 震慑的自然不仅仅只有阿宝一个人 这些除烈魔的感受呢 同样深刻 龙好臣的灵力强度 在他们眼中不算什么 但连逆天魔龙 都能伤害的恐怖战役和战斗技巧 却是他们深深忌惮的 大量的除烈魔快速涌上 将彩儿和月夜包围在其中 令龙好臣无法靠近 龙好臣停下脚步 重新地转向了阿宝 看来你是没有丝毫诚意了 彩儿杀了他 不要 让开 让他过去 看来太子殿下 还真是很重视自己的未婚妻呢 让你手下的其他人也让开一条道路 让我的伙伴们先行离去 我和彩儿留在这里 等到他们脱离战场之后 自然会将月夜还给你 在这个时候啊 最好的选择 显然是龙好臣和彩儿 挟持着月夜带领伙伴们迅速离去 此时阿宝所表现出来对月夜的重视 他也只能忍了 可是呢 现在龙好臣却没有办法走啊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有多么糟糕 哪怕只是一名普通的 除脸膜上来碰一下自己 都会立刻倒地吧 硬横八戒巅峰的阿宝 又岂是那么轻松的呢 从第一击两个人碰撞 龙好臣凭借着建议 卸掉阿宝的攻击开始 他就已经受了伤 而最后一击的碰撞 更是令他陷入了 濒死的重创 此时此刻 他还能站在这里 完全是凭借着意志在支撑 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还能够坚持多久 听了龙好臣的话语 阿宝略微愣了愣 他做事一向过绝 既然决定了 便不会再过度的犹豫 猛然一挥手 示意所有人让开道路 让两只猎魔团离去 天晴站在那里 有些发呆 没成想 自己和伙伴们 竟然还能够 胡着离开这里 龙好臣与阿宝一战 固然震慑了所有猎魔者 但又何尝没有 震慑住他们呢 天晴已经隐隐地感觉到 如果说权力相拼的话 自己绝不是龙好臣的对手 他可是一名秘淫极座骑士呀 同时龙好臣的表现 也令天晴隐隐地感觉到 他在骑士圣殿 非同寻常的位置 如此年纪 如此修为 如此实力 又岂是一名普通骑士 所能达到的 当下天晴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也要护着龙好臣 活着离开这里 以龙好臣的秀为和实力 对于骑士圣殿 实在是太重要了 眼前的局面 却是风云突变 原本绝对的烈士 竟然在转瞬间扭转 当他眼看着彩儿出现 一剑横扫 居然斩杀了 四名七阶魔族强者时 他已经完全麻木了 六阶刺客 秒杀了四名七阶强者 难怪他之间曾经秒杀了一名 八阶星魔 完全可以想象 这名年轻的女刺客 其实力 却不在龙好臣之下 只不过 他一直都隐藏在 龙好臣所散发的光辉中罢了 天行团长 快走吧 可是好臣他们 如果天行团长 想要帮助我们团长 那么赶快离开这里 就是最好的选择 说完这话 立刻地转身 招呼上伙伴们 从楚里墨留下的通道中 朝远处而去 天行略微地愣了愣 他当着能感受到 韩宇话中的不满 一丝羞愧 渐渐地在心底生气 深深地看了一眼 远处正在走向彩儿 和月夜的龙好臣一眼 猛然一挥手 我们走 两支礼魔团 除了龙好臣和彩儿之外的 十亿人迅速离去 他们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 楚里墨的视线中 没有楚里墨 敢于违背阿宝的命令 但从他们的眼中 都能看得到 深深的不甘 马上就能 前见两支 如此强大的 列魔团 他们 得获得 多么大的将赏啊 而且这次是 六支楚里墨 共同行动 已经是 占据了绝对的 优势情况下 就在伙伴们离去的同时 龙好臣 已经来到了彩儿的身边 就是这短短 不足百米的距离 那覆盖在 密音基座 占开下的身体 已经被汗水浸透 而彩儿 依然保持着 原本的动作 一动不动 月夜更是脸色惨白 她现在 唯一能动的地方 就是眼睛 一双失去了 神采的美眸 盯着龙好臣 来到自己面前 龙好臣眼神 略微和她交流了一下后 转身站在 彩儿身边 没有去触碰她 距离越近 龙好臣感受越深 没错 和她之前的猜测 是一模一样 在这关键时刻 彩儿竟然觉醒了 她的神剑者体质 终于是觉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